随着高考结束,入学及就业,毕业就带编的文物全科人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山东省文物全科人才由山东大学定向培养,招生专业为考古学,2024年招生计划为60人。 近日,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唐仲明在山东大学中兴校区接受记者采访。 他表示,文物全科人才培养的目的就是充实山东9个文物大市,20个文物大县的基层文物管理队伍,解决基层单位管理人员少,管理人员专业性不强的现状。 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要在以往考古学传统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课程。 针对性的开设一些符合他们将来工作环境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一些行政能力相关的课程,比如基本的公文写作,我们要开设。 比如文物法律法规的学习,这个都是专业课。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我们每年培养的同学的这个人数是比较多的,是达到60个人。 我们现在初步考虑,有可能在这个课程设置上会有侧重。 现在计划是提供不同的模块,比如一个模块是考古学,一个模块是博物馆学,一个模块是文物科技保护。 就是因为将来考虑这些同学到了基层,他们就是一个多面手。 我可能不一定说能像科研人员一样解决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找谁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解决我在基层碰到的事情。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初步的培养的计划。 既然是全科人才,当然少不了实践环节。 唐仲明介绍,这些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必须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参加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并通过传统考古和科技考古结合的方式,提高自身综合水平。 学校也会联合用人单位定期召开探讨会,根据一线用人单位的需求适时做出调整。 记者还注意到,山东大学今年还针对文物全科人才放宽了高考选科的条件。 由于我们考虑到是文物全科,我们也希望或者我们喜欢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来。 比如说过去我们考古学科我们招的都是文科生,我们原来还要求选科就要选一个历史。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文物全科,它将来面对的工作多样化,所以我们也不能在招生入口阶段我们就人为的设限。 所以我们对于同学们的选科,我们没有限制,就欢迎有志于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的年轻的同学们来到我们山大考古学院学习文物全科,来为我们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然,文物全科人才的培养对学生也有一些限制。 由于我们这个文物全科呢,它享受了很多的优惠,比如它是不用交学费,比如它还有一定的生活补助。 再一个呢,它等于说锁定了一个容易一类的事业编制,所以呢,它就不能进行专业调整。 这个我们在这个简单上都是明确规定的,要基层服务五年。 第二呢,是不能参与考验和保验。 这个在协议上都会有明确的表述。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副处长钱玉新也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表示,山东省相关部门希望通过五年培养三百位文物全科人才的计划,提高基层单位的文物保护水平。 通过这种方式吧,就是让这些文物全科人才,文物全科生,就是整个掌握,就是文物保护的所有的知识。 就是相对于文物保护的,在基层哪个方面都能用到,到基层以后吧,通过他们这几年比较专业的训练,再加上在毕业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文物保护党委,在考古相长,在博物馆,在修复相长,通过实习,既有一定的议练水平,也有一定的实现能力。 这样的话,到基层以后,不当是他们能发护人员,而且能带动基层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提升能力,提升水平。 就通过他们这批人的带动,就是整个把基层的文物保护水平能提升起来。